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通过电话的, 方方面谈论他 我记得Kat在出事之前那两三个月 他跟我说, 说在学校 有人把他们准备的女孩换衣 那时候我还叫他 跟学校说, 等学校去处理 最后也有人报警 知不知道是谁坚持要报警 我只是知道 校方其实想解除那个人就算了 但有两个女孩坚持说要报警 想不到就惹怒了个兇手 搞得Kat现在还昏迷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醒 你不用担心 我见过很多女士Kat的案子 我有机会醒醒 对了, 你知不知道Kat和其他那几个 一起被人偷窥的女孩相处成如何 都可以的 我妹妹人什么都没所谓 平时去哪里玩, 去哪里吃饭 看什么戏, 都被同学说事 那你知不知他们? 我有见过, 有一次放假 但妹妹本来约了同学煮烤 谁知道就下雨 Semi说想试我煮的可乐鸡翼 所以就叫Kat带他们上来吃饭 那你妹妹也挺听Semi的 我妹妹一向都很遷就人 可惜Semi和Kelly已经不在了 对了, 那几个女孩常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有没有谁说在拍拖 我有听Kat说过 Semi好像有个做医生的男朋友 那其他那些呢? 有没有人生了男朋友不让人知道 不会了, 我妹妹一定没有拍拖 妹妹说过, Semi说 如果她们哪个有拍拖 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我也没有听妹妹说过 说其他人有拍拖 我相信这几个女孩和盧健强 都没有感情关系 又或者给到一个感情回报的 假象露建强 结论是他们没有感情瓜葛 排除情杀的可能 还有, 单凭被人说他偷看女孩换衣 也不足以令露建强 产生敌对的假设 推动他杀人 如果这两个都不是的话 阿仙, 你说会是什么? 多佳钟, 我叫你做证人那件事 你害得如何? 等我答复你之前 你介意我先问你问题? 问吧 张太太, 你是不会卷利的 你为什么这么问? 如果我没猜错, 你不仅不会卷利 你为什么卷利? 你以为你狗仔 更不想人家知道你不会卷利 你还不卷利? 我卷利不是梁山亲生 你别胡说 会不会卷利, 关于父母有什么事? 会不会卷利是由遗传基因决定 会卷利的基因是属于显性基因 是会遗传给下一代 简单说, 一个会卷利的小孩 他父母当中最少一个会会卷利 如果父母双方都不会卷利的话 是不可能生一个会卷利的小孩 阿聪, 其实是我现在的老公生的 我想去跟回自己的父母 我不告诉阿峰 是不准大家的关系不好 你尝尝这个蛋糕, 这个也好吃 吃吧 他只喜欢吃朱古力 梁先生 就算吃零食, 他也喜欢吃朱古力味 又是朱古力? 梁先生, 你真的很好, 爸爸 其实院姐这里又有茶碟, 又有宵夜 都照顾得葱仔很好 你下次也不用买那么多东西来吧 他现在又不可以回家 我当然要多买点东西给他吃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请个工人回家照顾葱仔? 很多人都敢问我 你以为我不想吗? 我前头找过五个工人 每一个都熬过一个月 梁先生, 难道你叫我盗一间店 来照顾他吗? 我这个儿子 只是我跟他的大哥 才能看得着他 他跟他哥哥感情很好 现在他哥哥搞成这样 搞不成家 爹哥哥呢, 他知道你喜欢计算 尽量叫我带这些计算来给你计算 看看 他去大学 童姑娘, 我听过美国的大学 专修天才儿童 不知道我儿子能不能进去读呢? 当然可以 只要葱仔可以通过那些 入学平核的话就行了 但问题就是那边的大学 真的比较贵 不成问题, 他是天才儿童 总比跟着我整只蹲在店铺 梁智峰这几天每天正去院舍 哄我儿子, 跟着回海鲜档 是昨天他找到童日 和我儿子回家留了三个钟左右 但是梁卫书没出现过? 又是童日 我上次叫你查童日查证如何? 童日没有CIO 不过三个月前他曾经涉嫌刑委 和打伤的上司被起诉 因为有八个心理学家 证明他有阿斯伯格症 所以法庭判他常用心理治疗 还有, 帮他治疗的心理学家 就是现在帮梁智峰的那个钟泰妍 救命 辉长, 等我收到银行通知 梁伟迅在上星期和前天 都在超市搜索信用卡 一次是百多, 而前天那次是二百多 看来梁伟迅没了现金 要靠搜索卡生活 那两次搜索卡那间超市的地址在哪儿? 都是在九龙城同一间超市 找人搬着那间超市 我猜梁伟迅随时会再去买东西 是, Sir 娟Sir, 那还需要不需要残酷人? 不用, 找钟泰妍的地址给我 收路 多多钟出去了, 二、三点才返回 或者你在附近下一站再上来 也不是这样,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的? 师生, 我是照你这样做的 我刚才说搬完一个球后 搬一层朱古力豆在面上 再搬第二个球的时候 再搬一层朱古力豆在面上 再搬第三个球的时候 再搬一层在面上 师生, 我真的照你这样做的呢? 你刚才搬了第二个 才把朱古力豆在面上 是呀 二位, 你是很喜欢吃朱古力的 是呀, 娟Sir 你又喜欢吃朱古力的味道是吗? 是呀 而且我一样要加很多朱古力碎我 底中面也要加才好吃的 当然了 谢谢, 多多喝一杯, 和他一样 好 怎么样?最近我去什么需要滑看东西的吗? 最近我玩的是新红红尼的游戏 在砌架最厲害的跑车和人比赛 电脑这家的东西真的很棒 很危险的, 我和梁伟迅 你那家人很熟悉 习近平去的家 我不认识梁伟迅的 你不认识梁伟迅 习近平去的家 又经常用那部电脑 我认识他爸爸和他弟弟嘛 我听说多得忠是你的心理医生 他跟你在治病中 是呀, 不过我也在帮他 你帮他? 他叫我帮他 帮助阿信那部电脑里的资料 多得忠? 是呀, 他还以为 我要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才可以找到阿信那部电脑里的 电邮和社交网络的资料 我不用两天就能给他 谢谢, 多少钱? 30元 好 走 你多吃了 你吃了吗? 是呀 Vin Sir, 你怎么和爹在一起? 我们在雪糕店碰到的 原来Vin Sir也喜欢吃珠玉米雪糕 想不到Vin Sir对恆大利安多芬的雪糕 也有兴趣 我以为你一定是去查案有兴趣 很多事不是这样猜到的 我们当警察的 只信我们能找到情绪 对的 查案应该是亲你亲为的 这个禁止了, 你们真的在这里说吗? 有没有试过融 Taday说你找他帮忙 帮助梁瑞信报电脑里的资料 但是这些事 似乎应该是我们警方做的 难道Vin Sir觉得我和Kate有关? 坦白说, 我只想帮梁先生找孟儿子 还有Vin Sir, 下次有什么就照找我 我知道的, 很乐意警民合作 好, 但是我想跟你说 我们警方查案有我们的方式 你和人找人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让我知道 你若有不法手段 又或者是包庇通緝犯的话 我一定会公事公白 有老婆还敢追求你 还要送你最珍质的玫瑰花给你 给她吧 别再说了, 好吗? 有个情绪管理似乎出了一点问题 作为心理学家的我应该帮你 你回来就已经帮了我 那作为朋友, 给你一点意见也行吧 知道为什么每次拍拖都窩心吗? 你的要求太高了 之前去Tony几乎的 拍不足一个月, 又说人家太痴身 还有个Roger, 青年才俊 对不起, 拍不足两个月 又说人家没有阴迹感 不是我要求高, 是他们条件不够好 电话那个条件够好, 最好有老婆 那个不是和他分手了吗? 现在是他死纏难打而已 总之选择男朋友首要条件 单身没有老婆 听闻Dr.王还没结婚 条件好, 是笨笨笨笨笨 最好我现在立刻和他结婚生儿子 那就可以帮你劝他 让你再见努健强, 对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Dr.王的条件真的好 说笑了 Mandy Mandy, 你相信我吧 我会和我老婆离婚的 我不可以没有你 你离不离婚不关我事 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听我说, 我真的会和我老婆 和我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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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不出好微好谬 有苦之苦你也想 这位太太 家庭广众, 怎样怎样? 你是谁? 不用说, 当然是这个 賤人的契家佬 你先生应该不是第一次 出来认识女孩子, 是吧? 不就是有这些女人 主要是老公吧 牛不喝水就不敢低头低 家里的太太那么强勢 整个发脾气 你先生在你面前应该很听你的话 在亲朋戚的面前 甚至乎是抱犯夫妻 但事实是怎样, 你们自己才知道 我想就算你先生今天看不到Mandy 很快又会有第二个我第三个 你别胡说, 我对我老婆一心一意 知道了, 我是不是胡说 大家心智涂明 你那位太太 你在这里出现 应该是一直跟踪你先生的, 是吧? 那就是由始至终 你都没有相信过他 而你, 背着你太太 除了戒指去认识女孩子 你们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第三者 你们应该可以坐下谈谈 老婆, 守着吧 战刃, 你站在这里 战刃 T.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可能沒有? 我沒有招呼筆的, 下街買給你 我記得有一次, 我和Ice happy hour 我剛巧又是弄髒了一條裙子 他帶我回辦公室拿一支招呼筆給我 我記得是一條三十個車 乾的?也對 乾的, 至少四年了, 當然會乾 過了期的事, 還留在這裡幹什麼? 進去吧 來吧 都過了這麼多年了, 你還想怎麼樣? 留下紀念而已 紀念?你把Ice整個辦公室都搬到我們家裡 什麼?連這支招呼筆都放在原本的位置 幾年還是放不下, 你要搞清楚 你先出去吧 那兩夫妻子可能會再騷擾你 你先請幾天假吧 我剛剛才放完假而已 今天這幾天我…我請你上班 我嘗試幫你再聯絡Dr. Wong 我看看他願不願意再讓你見劉堅強 謝謝你 我好自願盡再提醒你一次 不要再自己倒露見解的情緒 要不然我就不可以想麻煩你見劉 阿強, 你好 走吧 沒記一段時間, 精神不錯 不好意思, 上次是我不對的, 對不起 是你的工作需要, 你才敢問我 怎樣了, 我不應該逼你 其實我不懂得怎麼回答你 你可以再幫我嗎 我怎麼幫你 我也想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真的沒有跟Sammy Kelly和Joey拍拖的話 為什麼你要殺了他們? 是你來的, 可不可以告訴我嗎 要說的, 我在警察局和法庭已經說了 我覺得你真的不像是一個這麼兇殘 會主動殺死三個女孩的人 我好想你親密告訴我 怎樣機會殺了他們 你真是無辜的, 應該殺他們 怎麼了?別說一點 對不起… 我不要緊, 不想說的, 別說 我下次再探望你 起來, 回來 我看看你真的不怕 我沒有人打死你 我每次都不怕 我都不怕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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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建強真的撐住這首歌嗎? 如果這首歌真的跟那幾個女孩很關 他應該不想提起 為什麼還撐住? 我猜這幾個女孩裡面 應該有他喜歡的人 假如盧建強是因愛成恨而殺人的話 他撐住這首歌的時候 表情沒理由這麼甜蜜 難道一開始我們就假設錯了 這不是一宗懲殺案? 但是如果這幾個女孩裡面 沒有他喜歡的人 他又沒理由撐住這首歌 我倆正式入品法院 申請拿回聰仔的撫養券 到時候法庭會傳召你 作為專家證人 張太太, 其實我還沒答應你 我們不想兒子再跟著那個梁智峰 你也看過他怎麼避免我兒子 律師說只有你的證供 我們要拿回兒子就十拿九穩 到時候法庭傳召你 你是不可以拒絕的 多太鐘, 到時候你在法庭說真話 就行了 既然大家在煩惱阿信的事 不如等事情解決之後 再談談聰仔的撫養權, 好嗎? 你也看到阿信跟著他變成怎樣了 我是說要先拿回聰仔照顧 他又不肯, 總是要把他放在院舍上 我真的不想阿信未回來之前 聰仔會發生任何事 假如梁先生知道兒子不是他親生 他未必會欠我撫養權 那我老公想盡快拿回聰仔的撫養權 我不知道那個事實說出來 是不想大家難受而已 難受什麼? 他自己連老婆也顧不了 難道我現在拿回親生回來 我一定也不欠他 去吧 三分鐘吧, 他 去吧 三分鐘吧, 他 你先出去吧 律師跟我說 你會幫我臭婆娘做專家證人 我都不相信 我相信, 原來你真的夾了我臭婆娘來騙我 還搶有聰仔? 梁先生, 冷靜點 大家都在這裡, 不如坐下談談 還有什麼好談?我相信錯了你 德西中, 我想我們沒什麼好談 到時候法庭全靠你了 你以為我們走吧 算什麼法庭?你說什麼?賤人 你別瘋了一本片來, 我告訴你 你連大小子也沒有本事照顧得好 我們一定會接聰仔回去的 我現在跟我老婆說我兒子的事 關你什麼事? 再說一次 阿欣現在是我老婆 還有, 聰仔也不是你的兒子 是我的 他在說什麼?他在說什麼? 聰仔是我和Divie的兒子 你聽到沒有?聰仔是我的兒子 要你幫我養我的兒子這麼久 我真的麻煩你了 什麼事?我現在說了事實 他沒有本事照顧聰仔 就交給我們了 阿楓 我真的知道 我犯自然 我很親自的兒子 是我的兒子 你讓我把兒子 Ellasicero 他仗然是我的兒子 我身上的兒子 這是我的兒子 我原來知道 我大概是靠你了, 我以為你了 你這是你的兒子 我以為她要看你 是, Sir Rin Sir,有尿毒 西界報道 開始 警察… 別走 站住 別站住,別站住 別站住,別站住 走 站住 站住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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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薇Sir 薇Sir,怎麼樣?抓住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阿欣現在是我老婆?還有 總之不是你的兒子, 是我的 要你幫我養兒子那麼久 我真是麻煩你 要你幫我養兒子嗎? 聰仔, 是我和爹的兒子 你聽到沒有?聰仔是我的兒子 要你幫我養兒子那麼久 我真是感謝你 聰仔也不是你的兒子, 是我的 要你幫我養兒子那麼久 我真是感謝你 聰仔, 是我的兒子 聰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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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沒事 好累啊, 痛啊 打大腿吧 好痛啊 好痛啊 阿俊 阿俊 哥哥 爸爸 哥哥 阿俊 你這幾天躲在哪裡? 擔心死我了 你還要用什麼電話打給我? 為什麼號碼不同? 你買了一張新電話卡 我怕警察找到我 所以我這幾天只敢躲在網吧裡 聰明, 你去那邊玩 爸爸有些事跟哥哥聊 哥哥 慢著 今天見到哥哥的事 任何人都不去說 包括你媽媽坐內, 知道嗎? 是 快去吧 警察說你殺了人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跟爸爸說, 爸爸一定會幫你 對不起, 爸爸 我一視錯我手而已 我真的無心殺Yuki 我知道錯了, 我很害怕 對不起, 爸爸 爸爸 是爸爸不好 是爸爸不好 是想念找個小孩跟你那兒孩 還是你發生什麼事的? 我也不知道 如果我更加關心你的話 你就不會搞成這樣 我真的不想坐牢, 爸爸 好 不用怕 事情發生了, 但是有爸爸在 我不會讓你有事 這條鏈是誰的 這條鏈是我自然送給Yuki的 是嗎? 來 有偷吃 我也喜歡吃朱古力 為什麼你讓蔥仔吃不讓我吃呢? 因為人家的蔥仔不只會玩電腦 好, 我請他吃, 他還會說謝謝 他會開心的 你請他吃, 當然是說謝謝 他不說謝謝你, 請他吃什麼 免得理你 幫我拿 不准吃 我來吃 你為什麼不嘗嘗這個朱古力的蔥仔 很好吃的 再不然, 還有這個朱古力薯片 Day哥哥想吃我也不讓他吃 我去吃 為什麼不說話 昨晚給你這條帳子怎麼樣? 你有沒有算過? 蔥仔, 你哥哥 是不是有件黑色的超人衣服? 沒有 沒有, 你為什麼這麼緊張? 他是不是剛才來探過你? 當然沒有 你為什麼這麼生氣? 你為什麼不喜歡你買給他的食物? 莊姑娘 莊姑娘 你好, 我有些事想問問你 我想問今天是否有人來探過蔥仔 有, 他爸爸, 剛剛離開而已 那除了他爸爸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人來過? 還有一個年輕人 當他跟蔥仔爸爸說了幾句就走了 謝謝你 真是梁偉信 你們又找我回來幹什麼? 我都說了, 不知道蔥仔去了哪裡 今天請你來的目的, 他想告訴你 我們才在九龍城報到你的兒子 你們看到蔥仔?但是被他走掉了 不過我們已經找到證人 證明他曾經在兇案現場出現過 我們很快就會落案控告去謀殺 你最好勸都要自走 畢竟他還是年輕在第一次犯 這樣判得輕一點 如果被我抓到的話, 判得更加重 我也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裡 怎麼勸他 現在阿淳多問你一次 梁偉信真的沒有找過你? 都說沒有, 我也想知道他現在在哪裡 是誰? 這個梁智峰有點古怪 之前我們說那兒子殺人 他有發神老皮, 死也說他在武神 但是這次很平靜 完全沒有反駁 一定有些事會做 會不會是他已經見過他兒子 知道他真的殺了人 找狗仔跟著他, 一定有了解 是, Sir Winster 怎麼看見面都不跟我打聲招呼 滑倒了, Sir 那又不用客氣這麼大 話說我你也同期出身 而且沒有小孩在這裡 不用這麼見外 高Sir, 你肩膀多我一顆花 我向你走下去是應該的, Sir 聽說你昨天在捉過年輕人的時候 扭傷了腳 怎麼這麼失衛?沒事吧? 沒事, 有心, Sir 沒事就最好, 捉犯是重要 但是也要兩力而為 加油, 我看好你 梁先生 阿聰仔還沒回來 我想問問你是不是見過阿信? 沒有 你不用不承認了 我那天問過莊姑娘 她跟我說 看到你跟一個年輕人聊天 我還在院舍外遇到她 她就是阿信 我也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梁先生, 我知道你很疼阿信 也很想幫她 但是你這樣不是幫她 難道你想她一輩子都不見光地做人嗎 是嗎? 全香港大約有三萬個警察 每年的兇殺案平均都有二十宗 近幾年香港警察在這些嚴重罪案上 破案率都超過九成 即是順仔被警察抓到的機會 都超過九成 如果你真的想幫我信 你一定要勸她去自首 就算她真的殺了人也好 她這麼年輕又沒有案底 如果向我法官求情 有機會可以判輕一點 那你只是叫我送我兒子去囚監嗎 不是, 但如果被警方抓到 又覺得她沒有悔意 一定會判得很重的 那行了, 如果我信你回來 我會勸她去自首, 行嗎? 那你們走, 妨礙我做生意 梁先生 我也叫你們走 走吧 阿卓, 我電話來 七叔 阿卓 每次自己的新辦公室都可以這麼清閒 我就出錢出力, 做了孤雷 男朋友現在不用, 什麼時候用? 本來做觀音兵就沒什麼所謂 不過你的案子很有問題 你看看, 眼燈完全不配張桌子 同樣, 這幅畫跟房間完全不配 我就是喜歡這一座畫 同一幅畫, 不同的人會接收到不同的影像 有不同的理解 你也是心理學家, 你沒理由不明白 當中有趣的地方 那一幅畫又變成一個人這麼有趣? 我只是對我女朋友有興趣 方, 你不會對其他女孩有興趣嗎? 不過你整個白痰拿著 除了我之外, 沒人會接收你的 那你就接收我吧 你不是很不喜歡我書房的風格嗎? 還說盞燈和圖畫很不配我的設計 現在又把書房裝修到和我的辦公室 一模一樣 看一看, 也挺順眼的 我很喜歡坐在這裡 我坐在這裡就有當年 在你的辦公室陪你開工的感覺 我很喜歡陪你一起的感覺 但是這樣會不會不太好嗎? 我都離開了這麼久 你是不是應該過回自己的生活? 總會有這一天, 但是不是現在 我就是在這個時間 老闆, 給點水 有 我說 警方四對不成功的情緒情緒有不同 警方現正統緝一名年約二十歲的 中國籍男子梁桂淳 懷疑他和早前深水埗謀殺創事案有關 稍後回來我們再看看這件事的片段 分好了 沒事吧?跟得了? 在父親鬥一下 跟了梁志豐嗎? 梁志豐知道我要跟著他 他近半應該不會見他兒子 那就是斷腦子, 失去梁慧信的下落 就算了 七叔, 你什麼時候開船? 可不可以盡快安排順仔走? 一場老友, 你幫我出去快點 麻煩你了 謝謝 好, 阿B, 阿B, 進來吧 怎麼樣?阿B, 又找大舊嗎? 有什麼電腦的東西想問我嗎? 別亂找, 梁志罵的 走吧… 這電話是梁志的 你偷看她的電話 她殺了你也知道 你偷看她的事, 合作一點 幹什麼…不能進去? 為什麼不能進去? 藏在那裡嗎? 我好心放你們進來看看 你們幹嘛到處找 現在發生什麼事? 你們幹什麼? 你為什麼拿了一部電話? 我們犯了什麼事? 要你們搜到我們的錄影? 我們想知道梁志豐和文梁慧信 現在在哪裡 你跟他們這麼熟 經常去他們那裡, 應該知道你去哪裡 我怎麼知道他們去哪裡? 你幫中太營查梁志豐, 你會不知道嗎? 我幫他在看信仔電腦 進去的資料而已 那關我知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 有什麼事? 你不是耍耍嗎? 你別亂來, 我可以投訴你們 儘管投訴 我也有權懷疑你們知情不報 我再問你一次, 梁志豐現在在哪裡? 都說不知道 什麼梁先生不見了嗎? 當然了, 難道你這麼有空的打牌嗎? 我們懷疑他和薩林子晨的案件有關 既然你和他們這麼熟 我想請你回家協調查 好, 請你回家協調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